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Windows 7的桌面 电脑开机登录到Windows之后 我们看见的主要画面就叫做桌面 我们可以把程式档案和资料夹放在桌面上 用我们想要排列的方式来排列它们 好让我们可以快速启动想要启动的程式 那像这个地方呢 空空的 这个地方就叫做桌面空白处 以后如果我们说到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没有任何程式和资料夹的地方 接下来介绍的是左下角的开始钮 按下开始钮之后 这边有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右边这个地方 这边是Windows常用的资料夹位置 和系统管理工具 还有关机钮也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区域是左边这个地方 这边会显示我们常用的程式 会记录我们的使用者习惯 好让我们快速启动和寻找常用程式 第三个区域是所有程式 我们安装过的程式都会建立一个捷径在这个地方 以后如果不小心删掉了桌面上的程式捷径 都可以在这边开启程式 或者在这边再新增一个程式捷径到桌面上 这边是工作列 我们可以新增程式捷径到工作列上 以后就可以在工作列上快速开启程式 或者快速的切换工作 这是很方便的 像这样子快速的开启切换 接下来介绍的是语言列 我们可以在这边切换我们想要的文字输入法 比如说苍蟹啦 无虾米 只要这边有的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做切换 通知区域 通知区域就是Windows或者是应用程式 有什么讯息要通知我们 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像现在Windows要通知我们的就是时间 音量 如果以后你有装防毒软体 防毒软体想要更新病毒定义码的时候 也会在这个地方通知我们 接下来就是右下角的显示桌面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迅速的切换桌面和程式 不论你开启多少的程式 只要按下显示桌面 马上就会显示到桌面上来 桌面是我们最常用的地方 如果可以好好掌控桌面的操作方式 那咨询Windows就会很便利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